一日一早 还是老高驾车 陆毅将今夏送至六扇门 临走在三丁主 晚上等他来接他 今夏汗手点头 陆毅才放心离去 天气很热 六扇门听堂 眼下是个阴凉所在 几个捕快正聚在一起聊的眉飞色舞 见今夏见来立刻闭了嘴 上前寒暄打招呼 今夏一时见怪不怪 直接走进厅堂 外面的人 见他进去以为他生了捕头 会直接进到厅堂里面的内厅 便又聊起来 今夏坐在窗口 平复着马车颠簸的恶心 想着些会去查周子伯的护册 却将外面几个人的话听个一清二楚 听说日前 有个姑娘直接找到陆府 要给陆大人做妾 我也听说了 而且当时袁捕头也在场 袁捕头在场 袁捕头在场还不将那姑娘踢飞了 瑟瑟 动动脑子 她现在怀着孩子呢 怎么踢 倒是陆大人没同意 直接让人给弄走了 那是当着袁捕头的面 不得不让人弄走 你知道那个姑娘是谁吗 事关在赵玉林那个周大人的女儿 就是那个锦衣卫亲事周子伯 不是他还有谁 锦衣卫有几个亲事 那周子伯的女儿被达达相众想要掠走 陆大人将达达打死 救了周姑娘 还放周姑娘走了 你傻 等周大人的是一了 那周姑娘还不是陆大人的 嗯 有道理 那咱们袁捕头可就惨了 她能容下吗 容不下便不容 据我所知三法私有好几个都等着呢 等着袁捕头 嗯 你不知道啊 今下咬着下唇 正想将这几个嚼舌根的 拎到外面发蹲手 却见杨月从外面的进来 见今下坐在窗下 不由一愣 今下 你怎坐这 怎不去里面 外面的人 听见杨月的话 互相看看 疑恨而散 杨月向外看看 低声道 今下 你都听见了 嗯 今下仰头看看杨月 这帮兔崽子 看我去收拾他们 杨月转身欲向外走 大杨 嘴长在人家身上 你管得过来吗 哼哼 可是 好了 我去查护册 说着今下去了护册室 找到周子伯的护册 也未发现异常 想想还是去萧香阁 能得到更多的讯息 总捕头听说他要去萧香阁 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今下便与他抹嘴皮子 总捕头被磨得没办法 只得派了杨月与他同去 杨月是寸步不离今下左右 总捕头安排的这差事杨月是真心头疼 但今下是自家妹子他又不能推脱 必须护他周全 道德萧香阁今下直接去找红豆 杨月也不敢沿走 就在门外候着 红豆看着门口立着的大哥 笑道 这成了亲事不一样 每次来都带着保镖 看来你那个锦衣卫陆大人 真是锦着你呀 简介 这是总捕头派来的 不是陆大人 惊吓笑道 嗯 你的那个陆大人我见过 长得道士郡 可士郡也不能当饭吃 而且一看便是长了一百个心眼的 你可别一门心思地只想着他 也多想想自己 给自己留些后路 红豆抿着茶水道 大人做事 向来是有分寸的 我信他 今下也抿一口茶 退一万步 大人若真是咽了我 那我走便是 其实 从嫁与路易那天起 今下便从未想过这件事 可是昨夜他问他因何放了周姑娘 他没说 只是让他别问了 今下知道他定是有他的道理 他也是相信他的 可不知为何 心里总是有若无地扯着痛 好了 我抑制你的脾气 认准了谁说也无有 红豆浆茶盏放下 昨晚你走后 我弄到了王室的画像 才觉得这人甚是眼熟 后来缠了底策 才知道是从萧香阁赎身取走的 哦 今下水眸一闪 心道 就知道这萧香阁市的消息的好去处 简简 可知详细缘由 那时我刚到萧香阁 还不到十岁 因此与他不甚熟悉 底策上的名字是王小春 后来的花名叫春儿 周子不娶他时他刚刚急急 半年后生了双胎女儿 浅出京只带走了大房 觉得养不活的那个 红豆看看今下 前晚与你闲话到他 并未往心里去 今日听说 陆大人放了他女儿 我便上了心 听说 春儿惯会吼门人的 在萧香阁也是颇有名号的 从萧香阁出来 今下发觉有些 这可是自从怀了孩儿以来没有过的事 他抬头看看杨月 大阳 这眼看着中午了 咱们是不是去用个午膳 杨月一听乐了 他也知道今下自从怀孕 一直都是吃什么吐什么 这会儿有了食欲 还是头一遭 立即笑道 这儿离我的店不远 咱们回那儿 你想吃啥我给你做 怎么样 大阳 我看行 今下一拍大阳的肩膀 凑 道德阳记实府 杨月直奔后厨 今下一早上关西说话话 却是四处未见人影 坐在大堂里等的无聊 也来到了后厨 杨月见他进来 急忙道 这里热得紧 你莫晕了 快出去 今下想想也是 当下自己还是小心为好 今下在路上点了冬瓜炒虾仁 蒸蛋羹 干炸丸子和凉拌绿豆粉 这几个小菜对杨月来说 就跟丸似的 不一会儿才变上齐了 杨月见他吃得甚是香甜 笑道 下野 好久没这般吃饭了吧 嗯 今下口里嚼着丸子 今儿不知道怎么变了了 想吃饭 就好 杨月笑道 二人吃得差不多时 上关西与翟兰叶走了进来 四人先是一正 继而寒暄落座 杨月又去了后厨忙活 今下见了翟兰叶也不拐弯抹角 直接问道 姐姐可知 周姑娘是最臣之女 翟兰叶也不扭腻 淡然道 若欣是兰叶三年前在蒙古旧下的姑娘 那时他娘刚刚过世 他才十四岁 部落里的人要将他送给可汗 他哭哑了嗓子 我路过那儿便就吓了他 将他带到江城 去年他爹找到他 将他接到京城待了几天 他爹是想让他替他姐姐嫁给阿木尔 若欣知道那是给他姐姐周冰宇定的亲 周冰宇不愿意 便想到用他顶替 他知道后连夜跑了 现下 他爹被关入赵狱 原本周家的护册上也没有他 我便向陆大人求了个情 留下他一条命 周子伯对这个女儿这般不待见 为何他入了赵狱 周姑娘还千里迢迢自江城来救他 惊吓疑惑地看向宅兰叶 周家主母模仿周子伯的笔迹 给若欣写信 说已经给他另定了亲事 是给锦衣为陆大人做妾 我再三劝他 这是不可能的 若欣不信 他很崇拜陆大人 所以偷跑出来 斩蓝叶言罢 看看惊吓 我也未料陆大人会买我这个人情 小蓝应是当年我抓了毛海峰给他吧 不过陆夫人 请放心 我会将若欣带走 再不踏入京城半步 蓝叶 这是你还得三思 听你的话这周姑娘也是个有主意的 日后说不定又偷跑来京城 上官兮微贫着眉 我也便只给他这一次机会 以后若是再偷跑来京 我定然会清理门户 宅蓝叶淡然道 你心里清楚 有主意便好 上官兮见杨月又摆上几道菜 拉着宅蓝叶用饭 今夏见时辰不早了 与杨月回了六扇门 晚上 陆毅按时来六扇门回家 马车里陆毅看着他 问 今夏 今日气色不错 中午吃饭土没土 大人 今日中午我突然有了食欲 是大阳给我炒的菜 今夏抬眸看向他 要说还得是大阳 三下两下便弄好了 也是人家管子里东西皆是备下的 哦 管子里 你去阳记师府了 大人 我我 今夏真恨自己这张嘴 我我什么 不是告诉你只在六扇门待着吗 你以为杨月护着你 就可以到处走了 我看你明日是不想去上哑了 大人 我想 我想 你看我现在也能吃饭了 怎么是也没有 我我 今夏看着他 他却双目直视 不去看他 大人 那我出去不 也是为了查案吗 那周姑娘的事 我都查清楚了 周姑娘的事都查清楚了 那接下来查谁呀 大人 我我 接下来是不是该查查为夫了 反正你也可以脚底抹油 走便是了 三法司有好几个人在等着你 路易一句一句 不急不缓地说道 大人 你在六扇门有暗线也就罢了 怎么在萧香阁也有暗线 大人 路易瞥他一眼 你忘了 我是锦衣卫 说话间 到了路府 路易也不言语 直接抱起金夏边向主卧走去 边对钟不说 将晚膳用到主卧外间 钟不见路易抱着金夏 小心问道 公子 少夫人怎能了 没事 马车颠得有些晕 一会儿便好了 没事便好 没事便好 钟伯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 难难地重复着 道德主卧 路易换下官服 又帮金夏也换好 拉起他的手 凑 吃饭去吧 你不是说有食欲了 今晚多吃点 大人 我现在不饿 那我带你去杨记石府 让杨月给你做几个菜 大人 金夏咬着下唇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路易将他抱在怀中 意识哽咽道 不准再说我咽了你 你便走了的话 不准再说 听到没 大人 你也知道事事无常 除非我死了 不然你走不了 大人 金夏瞪大水眸 捂住路易的嘴 我不说了 还有 三法子都有谁在等你 大人 这个我不知道 不知道 金夏摇着头 捧着路易的脸 在他的唇上轻轻亲了一下 路易立即含住他的小嘴反亲回去 要这样才算